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好莱坞私人助理这份看似梦想的工作的艰辛与挑战 这些助理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压力 常常需要他们忍受雇主的任性很不合理要求 甚至可能涉及非法行为 从马修佩里前助理的悲剧到助理们在法律困境中的挣扎 我们将揭示这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许多助理在这个充满光环的世界中 却常常感到无力与被动 成为名人生活中的工具而非自身的主角 面对情感与身体上的双重压迫 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一场无止境的杂傻 虽然努力让自己不可或缺 却又随时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些隐秘的故事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你是他们世界中的角色 好莱坞私人助理的艰难工作 卫报 这听起来像是梦想的工作 成为好莱坞名人的私人助理 沉浸在电影拍摄 制作会议和Alice派对的稀有世界中 谁知道 还可能攀登到属于自己的娱乐事业 有时 事情确实如愿以偿 威诺娜瑞德的前助理西比布拉奇奇 成为了一名特技驾驶员 并嫁给了克里斯蒂安·贝尔 凯文·史派西的前助理达纳布鲁内提 成为了一名奥斯卡提名制片人 然而 年轻的男女们经常发现自己身处一份没有固定工作时间 界限模糊且几乎没有保护的工作中 随时可能受到雇主的任性 很古怪行为的影响 他们可能被要求执行不可能的任务 比如从数千英里外的餐厅制作一顿饭 或者遭受言语或性虐待 有时他们被要求违法 例如获取非法药物 而因为害怕被解雇 甚至在行业中被封杀而无法拒绝 这份工作的无力感帮助解释了当马修佩里的前助理伊瓦马萨英奇 在去年10月演员死亡中的角色受到调查时 整个好莱坞的惊慌反应 最终 他对一项阴谋分发导致死亡的绿暗铜的指控认罪 这项指控可能使他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从表面上看 伊瓦马萨的行为细节似乎令人担忧 根据上个月发布的法庭文件 他承认帮助佩里从各种来源获取绿暗铜并注射给他的老板 包括去年10月23日的致命剂量 文件中说佩里告诉他给我打一针大剂量 而他遵从了 正如马修佩里所发现的 在好莱坞 医生和毒贩之间似乎有一条唯妙的界线 然而 起诉文件并未解答的一个问题是 伊瓦马萨是否感到自己有选择 许多好莱坞的老前辈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 因为他们知道为一个在关系中拥有所有权利 而自己却一无所有的人工作是什么感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音乐行业老前辈 曾指导过多位陷入虐待工作环境的助理 他说 在情感上 身体上 心理上 你沉浸在他们的自恋中 你是他们世界中的角色 而他们不是你世界中的角色 这种情感得到了前超级制片人 后来被定罪的强奸范哈维 温斯坦的助理罗维纳丘的呼应 他在纽约时报中写道 作为助理 你处于双重困境 你几乎没有权利 但却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责任 在根本意义上 助理不属于自己 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名人死于可疑情况或被怀疑犯下罪行的情况下 助理面临刑事指控的情况也极为罕见 然而一些助理却曾经接近这种情况 迈克尔·杰克逊的最后一位私人助理迈克尔 阿米尔·威廉姆斯 在2009年音乐排练后 将这位流行偶像送回家 并恰好不在他身边 当杰克逊雇佣的医生康拉德·穆雷 给他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饼薄芬 这是他用作助棉药物 威廉姆斯最终成为穆雷审判的证人 而不是共同被告 告诉陪审团穆雷在惊慌中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马上让人过来 菲尔·斯佩克特的助理米歇尔 布莱恩同样幸运 没有在2003年他在西好莱坞的 蓝屋酒吧射杀女招待兰娜·克拉克森的那晚 出现在他的豪宅 布莱恩后来描述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照顾斯佩克特并抵制他多次求婚的提议 他怀疑这是他确保他不会作证的方式 因为妻子不能被迫指控丈夫 布莱恩最终在斯佩克特的两次审判中都没有作证 更常见的是 助理们在雇主的世界中变得如此纠缠 以至于即使世界其他地方对他们的看法更为负面 他们也会全力辩护 当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2005年 阴谋杀妻子而受审时 他的前助理达林古道尔削弱了 检方案件的一个关键部分 吉布莱克在他去世的那晚表现出内疚的迹象 因为他呕吐了 古道尔作证说 布莱克总是在吃完晚餐后呕吐 在水沟里或草地上 这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布莱克最终被宣判无罪 再而凯利因多项儿童性涅带影像 和与未成年人性不当行为的指控 而多次受审时 他的两位坚定捍卫者是两位姐妹 林赛·佩里曼 邓和詹尼弗·埃米里奇 他们都是他的私人助理 有一群人在说很多关于一个非常棒的家伙的错误化 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声 埃米里奇后来告诉一个纪录片团队 佩里曼 邓在评论一段 凯利与一名14岁女孩发生性行为 并在她身上尿尿的录像带时表示 在她心中 这是两个自愿的人在做爱 而不是强奸 凯利在2008年的一场高调审判中被宣判无罪 但在2021年和2022年的后续审判中 因多项儿童性虐待影像 敲诈和人口贩卖罪被定罪 许多前助理将这份工作形容为近乎不可能的工作 这是一种杂傻行为 你必须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即使你的老板认为你是极其可有可无的 好莱坞超级制片人斯科特·鲁丁 后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曾在五年内更换了119位助理 邱在他的纽约时报文章中表示 他经常把自己视为惊恐的管家 我的工作是同时隐形又无处不在 他写道 有时 即使是历史也会将私人助理置于困境 根据长期以来的好莱坞传说 主要由肯尼斯·安格的书好莱坞巴比伦建立 无声电影时期的德国导演FW 穆尔脑在1931年沿着太平洋海岸前往圣巴巴拉的途中 因为他的14岁菲律宾助理在驾驶 并且他在男孩的铁上进行一项分散注意力的性行为 而死于车祸 然而 随后对当代记录的检查显示 这位助理实际上是一位31岁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而穆尔脑则坐在后座 距离太远无法进行亲密接触 当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将他们的车辆撞出道路 并将乘客抛到提案上时 穆尔脑遭受致命的头部伤害 第二天去世 这位助理埃利亚扎·加西亚·史蒂文森又活了54年 但从未能完全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当提到好莱坞私人助理的艰难工作时 表面看来 这似乎是一份梦幻般的职业 在电影拍摄现场 制作会议和名人派对中穿梭 甚至可能会自己在娱乐事业中崛起 然而这份工作往往比想象中更加艰辛和令人沮丧 好莱坞私人助理的工作时间通常没有明确的界限 经常需要随时待命 他们的工作范围广泛 可能包括安排日程 管理生活琐事 甚至处理雇主的个人问题 这些助理们常常面临极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雇主对他们有着高度依赖 更具挑战性的是 他们在工作中几乎没有保护 容易成为名人的任性和古怪行为的受害者 许多助理被要求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比如在短时间内从远处的餐馆订购食物 或者处理雇主的突发奇想 他们甚至可能被要求参与非法行为 例如获取非法药物 由于害怕被解雇 或在圈内受到封杀 助理呢往往无法拒绝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这种无力感在某些事件中尤为突出 例如当马修 佩里的前助理伊瓦马萨 因其在佩里死亡事件中的角色 受到调查时 整个好莱坞未知震惊 伊瓦马萨最终承认自己 协助佩里 获取并注射绿暗铜 包括致命剂量 虽然他的行为令人担忧 但是否他有选择的自由 仍然是个问题 许多好莱坞老前辈 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 因为他们了解助理在这种权力 不对等的关系中所承受的压力 私人助理经常在情感上 身体上和心理上 都被雇主的生活所牵制 他们的角色是为雇主服务 而不是让雇主进入他们的世界 这种动态 使得助理们感到自己几乎没有权力 但却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例子不胜枚举 像哈维 温斯坦的前助理 罗维娜 邱就曾描述自己 在工作中的困境和无力感 当迈克尔 杰克逊的私人助理威廉姆斯 目睹了杰克逊的医生 给他注射致命剂量时 威廉姆斯成为了审判的证人 而不是共同被告 这些例子 反映了助理们 在面对雇主的危险行为时 往往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 此外 助理与雇主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 这使得助理容易卷入雇主的私人 和法律问题中 菲尔 斯佩克特的助理米歇尔·布莱恩 曾在雇主被指控谋杀时 描述了如何被迫照顾他 并抵制他的求婚 这被认为是试图防止他作证 总的来说 私人助理的工作 是一种高压 高风险 且常常没有回报的职业 他们的生活 被雇主的需求所支配 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权利 尽管这份工作 可能为他们打开娱乐圈的大门 但这条道路充满了挑战和艰辛 这也解释了魏什摩很多助理 在经历这一行业后 选择了离开 追寻更平衡和稳定的职业生涯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订阅给我转发